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思想起 思考深度 展现态度 我是王欣怡 人生每个阶段 都有属于那个时期的目标与重心 年轻的时候 为了前途 为了生活而打拼 到了中年 换成为家庭 努力付出 而到了熟灵阶段 已经走过了大半辈子的人生无常 过去曾经有缺憾 在人生下半场 其实又可是一个起点 逐梦踏实的新开始 每个人都会变老 而差别在于 面对熟灵跟高龄的我们 心态是什么 而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50到65岁的健康初老族 被称为直视代 这是象征人生进入了秋季 宛如枫叶般 橘红灿烂 而不少处于退休阶段的局势代门 也勇敢开创他们的新人生 让生活处处充满创造力 还无限的可能性 眼前就有企业跟社会创新 实验中心团队来合作 共同推出了台湾第一个 熟灵网红培育计划 在今年第二届了 海选活动当中 也吸引了超过200名以上的 骑士带或影法族热情来参与 最后选出20位熟灵网红 挑战他们的新梦想 长达两个月的培育计划当中 有人从原来原来 完全不会用3C产品跟社群软体 到现在可以灵活运用拍摄 各种短语音 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何谓超级网红的蜕变成长 一起感受这群高年级生 他们是如何保持热忱 播出精彩 欢迎来到 人生下饭场 我们的竹茶 现在要去哪 展庄待发准备上街出任务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今天的任务了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呢 要找到一个面貌和善的人 不会打我们枪的人 我们才能鼓起勇气上去问他 来到捷云站 这一群55家以上的哥哥姐姐 必须鼓起勇气和路人搭话 跟着对方前往目的地 还有一个人给甘当摄影师 拍片记录整个过程 要玩一个游戏就是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儿 那我们就会跟着你走 对 那我们是快叔叔快阿姨 我们就是跟着你到你的目的地 这样 所以我要去中宵收购 What 要去中宵收购 Where are you going 圆山站是不是 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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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着这位先生可以到圆山了 尽管害羞 但这可是他们首领网红 培训课程的重点之一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要面对的还有时尚穿搭课 将他们原本爱穿的服装风格 都得来个大改造 今天老爹他来上课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人是时尚的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穿西装 他不知道最下面那个扣子 是不能扣 我想说穿一个拉垮 嬉皮一点的 嬉皮疯一点的 社会创新组织 推出台湾第一个 首领网红培育计划 2022年迈入第二届 早从7月就开始海选 但是有一些人 他其实就是站上去收 虽然微微地懂 可是他是整个人在发光的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在台上的样子 进而可以去联想 然后他们未来 如果成为一个网红的时候 上镜头的样子 海选过程竞争激烈 吸引210位首领组来参加 最终选出20位首领网红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网红培训 就我们这样在收的时候 他收音是收前面 对 然后后面在讲话的时候 他就收不太清楚 参访团队从海选开始记录 一路课程 他们有拍摄课 穿搭课 肢体课 各式各样的挑战 让这些55家的准网红 参与新潮流 新科技 新时尚 熟名朋友 其实他们的人生上班 长的经历跟时间 照理来说应该是 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 所以没有理由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这些故事被埋没 而是让这些故事 能够再跳到前面 甚至因为有了这些故事 可以通过网红这个职业 然后去传递更多的想法 一身穿着打扮超级潮 她是将近快70岁的赵明礼 人称小赵姐姐 从事计程车司机 已经超过30年 每天行程规划得满满 这天我们跟着她前往音乐教室 她其中一项兴趣 你可能想象不到 正式打卓士步 现场有一万个观众 在镜头前露一手 还同时拍下短影音 上传社区媒体 以前真的是罚善可乘 以前就是一直在工作 我不会觉得说 有任何做不到的事情 只要我有兴趣的 我就会一直持续地去 去努力地去做它 然后让它有一点成绩 这个是我的相机 多久会来拍一次 一个礼拜拍两次 那你每个礼拜的程度很满 很满很满 所以我有觉得 我很像时间管理大师 真的太厉害了 快要70岁了 活力热忱不输给年轻人 她的爱好更是超级斜杠 60岁开始学习摄影技巧 67岁接触微距摄影 将映入眼帘的一幕幕 自然中的美好 按下快门成为一张张照片记录 我总共还能拍几年呢 对不对 我如果今天不开始行动的话 一年一年过去的话 是不是很快就已经 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吗 小赵姐姐起心动念 参加首领网红计划 替原先丰富的生活 更增添了几道缤纷色彩 跳国标舞 翻拍流行舞蹈 做着大众以为 70岁阿嬷不会做的事 65岁 拉我那个从来不爱 不敢跳舞的老公去练国标 然后68岁 变成街头艺人 69岁 去爵士谷 70岁 去海选变成首领网红 我们的老板那个亚达嘛 亚达就说 他把我的定位就是 我要定位成一个很潮的阿嬷 然后我穿着潮服 跳着潮舞 一早前往教会 带长辈做乐龄运动 56岁的吴辉荣大哥 人称丹大 从事保险业20年 也跨足电商平台 现在的他除了是 乐龄体势能教练 也是一名马拉松跑者 好像如果刚刚那座桥 然后进入到冲林 那边还有个古道 叫三段骑古道 百年古道 总将阶段性梦想设在五年 达成后再往下个目标迈进 并持坚韧勇气与毅力 他曾骑单车走私路 更跑过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 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 我也做过两三次 我过去突破自己 原先生活框框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算是最早 最早的一批就是跑步环岛的人 隔了几年之后呢 我又跟几个朋友去骑私路 那在骑私路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把这个过去的点滴啊 这些整个这个骑私路的点滴啊 记录下来 写日本书要自早的梦想 参与熟灵网红培育计划 在网络世界记录生活 留下自己与熟灵的故事 是他未来的蓝图之一 我们熟灵的人啊 或许也可以透过这些自媒体 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年轻人分享 个人有自己的故事 但是那故事啊 我觉得还不够精彩 所以我不会只谈自己的故事 我还会去分享一些 熟灵啦 我比较偏重在熟灵这样 就是熟灵它怎么突破 原有的框框 或是突破原有的 一些社会价值的限制 我15个同学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提倡 一种就是说 他退休后 他还想做很多事情 可是他不知道 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的方式 就是透过让他 学会怎么通过网络媒体 去表达自己 然后去有一些关怀 或是为这个社会发声 那另外一群人是 他可能本来没有那么 容易走出来 就比较已经待在家里面 一段时间的 可是他们会因为看到了 这些网红朋友们 很勇敢地去活出自己 很多精彩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被激发的 世界卫生组织 把50岁到65岁的 这群健康初老族 称为菊世代 菊一指人生 可能像枫叶一样 菊红灿烂 崭新动人 迎接明亮的 50岁后的人生 除了一群人的团体 企划之外 也有一些人 他是有个人的企划出来的 怎么帮他们定位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们 收林族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经历了可能 三四十年的职场生活了 他们因为工作 而衍生出了哪一些 工作理念 或是想要传达的生命态度 他有没有持之遗痕的兴趣 人生三个阶段 成长求学 工作成家 退休养老 终其一生 忙忙碌碌 但谁说退休后 只能等待着 面对老话呢 菊世代 有不少人 原先可能都在职场 拥有一片天 退休后 依旧满腹热情 充满创造力 有着无限可能 其实资源多跟寡 其实不是完成梦想的 关键性因素 而是开始做了美 其实开始 永远都是最难的 我自己告诉自己说 我要活到一百岁 那你看一百岁 对我来讲 我还有四十年的时间 学历代表过去 能力代表现在 学习力代表未来 那我觉得 我的人生下半场 假设还有四十年的话 那如果我没有 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给自己一些成长的话 那我的下半场 怎么过得精彩呢 从菊世代 年龄再往上增长 对于不少 营法组长辈而言 退休也才是追求 梦想的新起点 我其实还满享受在 帮他们企划上面 因为我会真的 我们会需要很认真的 去知道说 他们现在喜欢什么 他们喜欢的东西 如果想要被年轻人 看见的话 可以用什么方式呈现 历经两个月课程 朝着网红目标迈进 有的人从不会用社群软体 到如今可以挑战拍摄 各种短影音 以我现在五十八岁的年纪 我不管在团上 私底下的生活 大概就是拍个照片 传个讯息 上个脸书 跟人家讲我今天做了什么 好玩的吃的什么什么什么 大概就是脸书对我来讲已经极致了 可是我们现在上了这个手机赔礼以后 他教我们拍短影音 玩IG 上抖音 我就觉得超炫的 然后学到以后 就赶快帮家人 帮朋友 帮客人这样 弄成一个短影音 然后每一个朋友都跟我讲说 有去上课有差 不一样 自己就有一点点小骄傲 也有人从零穿搭经验 变身超级时尚的阿公阿嬷 只要肯迈出步伐 就能华丽转身 我今天戴的帽子是破帽子 我今天穿的这个裤子 也是破裤子 那这个就是一种突破 时尚 其实在接受这个网红培训以前 我是不可能穿这样 穿大课我就学得很开心 然后也开始改造自己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变来变去 所谓变来变去 不是心情的变来变去 而是说尝试很多新鲜的事情 今年自己最感动的就是说 我妈去听完我们的成果展跟分享会 然后她就说 我也要为了我自己的梦想去活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感染到很多 原本没有那么外向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纪 应该要好好地为自己而活一次 第一届的首领网红 持续在各自领域努力 第二届的首领网红 则是走在前进的道路上 不放弃爱做梦的勇气 退休后的第三人生 揭开局势带 影法族精彩老后的序幕 我本身是比较内向 比较害羞的 我觉得说我比较敢面对镜头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来发掘台南的美食 我们从同志十一年 吃到民国一百一十年 这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请大家跟着我走 我们一起来探讨 Go 对镜头啦 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这样 这我觉得是蛮大的改变啦 其实我从很久以前我就觉得 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今天一听到音乐 就要开始跳舞哦 例如说现在 这也太惊喜了吧 但我一直不太知道 到底是在何处可以发挥这件事情 那当我成为 有机会成为首领网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身份 好像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上面跟IG上面有发的短影音 都会tag 七十岁五棍阿嬷 今天玩什么 我明年我一定会找我的孙女 一起去拍一个 亲民嘻哈大赛的影片 去上传去比赛 我是这样想 可能不一定每个人的梦想都很多 也不一定每个梦想都很大 但是只要能够走出框框 那对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起点 总是不要停止 往梦想的这条路上 对 那我觉得人生才不枉此行 他们是一群正准备 发光发热的首领网红 更是一群不认老的高年级生 历经的风雨 累积的经验 化为自我价值 他们精彩多姿的人生下半场 才正要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